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看生命的结束是恐惧的 不安的 但是基督徒说我们有永生 既然是永生就没有死亡 既然我们在讲基督徒有永生 那么只是生存的方式 生命的方式 以不同的形态来存在 所以基督徒看死不是死 基督徒看死只是有行生命的一个暂时的结束 然后它转化生命的形态 从若即的生命转化成为灵魂的存在 所以生命本身是延续的 它没有结束 你们要说阿妹吗 阿妹 所以今天用短短的时间 牧师跟大家来思考一件事 有行的生命这个阶段 有行的生命这个阶段 在我们 这个有行的生命就是从baby诞生之前 生命还有一个阶段 那个阶段人是在水里的生物 请问那个阶段多久 十个月 在那十个月生命是要在水里的 一提开水 这个生命就结束了 但是到了它时候满足 它从妈妈的产道出来 哇 ok 路上的生命开始 但是胎寒的生命结束了 但是那个生命本身没有结束 它只是转型 从水里的变成路上 那有一天我们路上的生命 从一岁一直奔跑 到五十岁 七十岁 九十岁 一百零五岁 结束了 它也是没有结束 只是有行的生命结束 因为这是变成一个臭皮栏 一个老旧的皮栏 继续下去 人都不舒服 那个人本身 他的家族 大家都不舒服 被束缚了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 上帝让这个生命转型 从若即的转变成为灵魂的 那今天我要谈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叫做人生 我们叫做人生旅途 为止是 朋友们 你一生 大家都很辛苦 在操劳 到底我们一生是为什么来操劳 这里有个 我列出了几个生命的特性 这个生命的特性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好吗 生命只有一次 不能重来 只能向前 不能后退后 只能陪伴 不能替代 生命要自己负责任 你不能替你的孩子做决定 因为他要由他自己决定 他要由他自己负责任 所以从这一句话来反省你的家庭教育 很多父母亲对孩子干涉太深 因为孩子要慢慢建立他 这是你的事 这是你的作业 这是你的生活 这是你的规矩 你要为自己建立一套好的生活规矩 你要为自己好好完成你的学校的作业 这是你的责任 爸爸妈妈只有在旁边鼓励你 陪伴你 在你没有办法完成的 超乎你力量所及的 我们多为你做一些 那很多事情都要由你自己来做决定 要由你自己来负责 所以你要培养你的自己的独立 生活的能力 刚刚我们读了一段经文 这是摩西 摩西四篇九十篇是摩西的诗词 也是他的祷告 摩西距离现在三千多年前 他做了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 好吗?預備 来 求你只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早知更新 上帝啊 求你只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上帝啊求你只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人生 到底我是谁 上帝啊求你让我明白这件事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旅程 我要自己去完成 但是这个生命的旅程 这个劳苦 每一个人从早到晚都很辛苦的过世 到底我的一生我要 我是为了什么 我的人生到最后我要得早什么 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做交换的事情 每一个人每天都24小时 你24小时你要为什么做 你要去做什么 这个就是你付出时间 你在交换东西 很多人年纪越大 他的生命品质越来越差 他越老土 但是他以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他把他的时间放到一些地方去 要你来做他的事你不干 因为那不是你的赖 那不会是你的选择 问题是我亲爱的朋友们 你是谁 你的一生你到底要为什么而劳碌 每一个我们都很忙 到底我们要为什么而劳碌 我想这是摩西他在上帝面前的祷告 上帝啊求你指教我 怎样数算自己的事情 让我的每一天真的会有利于上帝啊 生命假如是一个底层 那么基督徒怎么看这个生命 有几点 生命来自上帝 所以 我们说每一个生命是一个恩典 生命是上帝的创造 然后上帝创造了你之后 把一生交给你 把年色交给你 把每一天交给你 所以 假如上帝是生命的源头 上帝是生命的创造者 那么有一天我们 他创造了这个生命 有一天我们要向上帝交差了 我们要回去见他 我们要向上帝交差 那怎么办 我们绝对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我们生命从上帝那里来 从上帝创造了 我已经不断的说 这个桌子主人 有一个工匠创造 一定有工匠创造他的意义 这每一件你眼前的事情 的东西 都有一个师父创造他 创造的都有他的物件的目的功能 我们是上帝创造的 每一个生命 有你的价值 没有人可以取代 那你的一生 到底你是谁 你可以做什么 你的功能角色 你的一生 有人可以发光花亮 有人成为别人的负担 那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神 我想就是在信仰上 你我 我们不断要 常常我们说要反省 要静思 就是在反省这一切 上帝啊 到底我的这一生我要怎么活 你是我生命的源偶 那么我需要依靠你 我需要知道你的旨意 然后我要好好活出你想要活的 当那日来 所以有一天 圣经说有一天 我们要站在上帝的面前 然后我们向他交差的时候 他会把我们分成 一群是绵羊 一群是山羊 在圣经里面的比喻 山羊是不好的那群人 绵羊是 在世上这个旅程过了 真的合乎他心理旨意 去创造旨意的那一群人叫做绵羊 那上帝啊 恳求你引导我 帮助我 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旨意里面 但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性情都不一样 我们的人生的指向都不一样 你我我们完全是不同的 那怎么办 我不可以要求你成为我 你也不可以要求我成为你 让我们在爱你延解之后 彼此供养彼此 帮补彼此 扶持 然后有我的存在你变得更有力量 有你的存在我变得更有安全感 所以这个教会变成一个属灵心灵的家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邀请里 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家人 有别以父母的家 有别以我们自己跟照夫妻子结合的家 这个另外一个家 他是在照顾生命的 这个是教会是在照顾你的生命的 所以认为一个人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他的保护者 教会可以成为他的淘尘 教会的功能就在这里 因为这里根据于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 他为我们舍了 他说我爱你 上帝拆过来 他说我爱你 我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爱不是只有爱好人 他爱也爱不义的人 就像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爸爸妈妈 他不会只爱会考试的孩子 他也会疼爱不会考试的孩子 搞不好不会考试的孩子 在长期的疼惜 长期的鼓励之下 到后来他成为另外一种领袖 这是上帝国度的信仰 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是不一样 他的起步可以不同 但是他的命 生命都有他的功能跟角色 那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在启发我 生命只有一次 不能恩基不能从来 但是这个世界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的存在有善有恶 不管你喜不喜欢 那个恶者的力量永远存在 恶者的力量永远都在我们身边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要出来侍奉的时候 他第一个问题 他遇到的就是试探 所谓的试探是从恶者来 然后试探者 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拉 离开你 你生命有一个既定的 上帝有一个旨意 上帝造了这个生命给你 他有他的 他的心意 跟目的 但是恶者的试探就是要把你 拉离开 引幼离开这一条正道 让你走偏了 走偏了之后 这个生命的本质 他就会产生变化 他就达不到上帝的目的 让生命离开上帝的道 这是恶者的手段 所以耶稣 他遇到了三次的试探 我们来试试看好吗 第一个试探是什么 石头变成饼 变成饼包 对吗 耶稣在奉爷 禁食祷告四十天 肚子饿了 饿者来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是吗 假如是的话 你现在肚子那么饿 很简单啊 你身边都是石头啊 你假如是上帝的儿子 把石头变成饼包 让你自己肚子可以得到饱足 这是度负的 让自己的度负得到饱足 让自己的家经济能够得到饱足 这是一个食物的物质的经济的事态 让许多人从小一直受训练 然后他中年到他老年退休 他一生在拼斗的 都是为了经济 为了自己的度负 为了整个家庭 未来都是经济的物质的 OK 但是上帝创造生命的本质不在于物质 会变成物质主义的 共产主义是走向这里 但是台湾我们年轻人 我们这一代 我们真的要以物质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导吗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 这种魔鬼把他带到山上 你跪下拜我 只要你跪下拜我 全世界的荣耗不跪 怎么样 都是你的 只要你向我下跪 拜我的意思是 你尊我为大 你只要你尊我为大 你顺服我的指令 这个世界的荣耗不跪 都是你的 注意 许多人要跟你交换 交换你的生命 交换你的时间 只要你愿意跟他交换 他会给你许多的好处 甚至给你荣耗不跪 给你一些高位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 多少人拿到了高位之后 他回过头来看 他的婚姻破了 他的妻离子上 他所有的通通离开了 到他联老的时候 乌零零的一个人 守住一堆的财长 这不是上帝要给我们 生命的目的 第三个事态是什么 猛尾巴 耶稣带到圣殿的顶端 注意喔 圣殿的顶端 你只要你从这里跳下去 只有多少人出涌过来 然后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突然之间你就成为一个有名的人 几年之间你就成为一个 非常受重视的一个有名的宗教人士 就是说 唯独敬拜祖 圣命的创造者 我们的一生唯独敬拜祖 不追求这个立即的 短时间的 然后让自己的教会 让自己的称为圣大 一步一步 事态要把耶稣脱离他的轨道 事态仕徒把耶稣带离十字架 但是耶稣一步一步 他拒绝了这一切 来 帮忙个下一页 OK 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故事 我不能多谈 有个巴别塔 当时的人做了这样的一个 聚集在一起之后 在领导者的呼召 来啊 我们来建造一座城 城里要有塔 高路营销 来宣扬我们自己的名号 来啊 我们要来创造一座大城 城里要有高塔 高路营销 来宣扬我们自己的名 但在台湾我们不难发现 政府单位每一次盖大楼之后 都会提上市长 王敬才 县长 到处都留下自己的名号 越大的建筑物 人越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那里 好宣扬自己的名 这是世界的一个潮流 因为人希望自己的名能够永远存留 而且自己的名能够在最宏伟的建筑物 这个都是有形的 人常常把自己的一生的价值 都放在有形的物质的 那在这里我来 我帮大家用很快的速度来review一下好吗 大家都在抢世界第一 1931年 纽约的帝国大厦干起来了 1931 然后你知道 就在那时候 发生了一次的经济大恐慌 经济大恐慌什么时候发生了 1933 再来 支架喝CS Tower 我在那里读书 我带着孩子去爬了几次 他也曾经是1970年代 世界最高的大楼 但是1974全球经济大恐慌 1977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双子台 他成为世界第一高楼 但是后来 1997 发生亚洲的金融风暴 台北的101 他是1999动工 2004年 起用 OK 在这个之后 台湾的经济发生问题了 再来是杜拜 2010年 后来杜拜那里 经济也发生危机了 我想这个都在我们眼前 才几年前而已 2013年中国 他号称他要盖 在长沙盖世界最高的天空之城 开工 紧紧短短短的四天 后来 他就被迫停止了 然后现在中国 听说超过200栋的超高的摩天楼 都在那里 而且内部有许多的经济的问题 各位 人的存在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有形的生命 到底一生不断在追求 在追求 在追求 你的一生要为什么而活 这是今天这么短的时间 需要于根据圣经 我们要一起来思考 我的一生到底要为什么而劳碌 在这里我提出几件不要 这么有意义的生命 是从上帝那里来 有几件事 我们希望能够不发生在我们身上 第一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第二 不要走错路 第三 不要迷失自己 第四 不要把你的时间 用去与人相争 没有意义的 第五 不要常常心怀不平 不要对你周边的许多人事 定物常常埋怨不停 那很浪费你的生命 很浪费上帝的创造 有许多的事 请你要珍惜你的生命 你的时间 都是很好贵 都是很有限 所以要多把有限的生命 拿来追求 创造一些有价值的 那是 所以 在这里我说 要珍惜你的身体 要享受你的生命 要创造你生命的价值 那主耶稣 祂说 来 你们来跟从我 我要让你的生命得到丰富 所以在这里 在耶稣基督的 生命在耶稣基督里 要重新定位 重新定位 主啊 我也是用我的短短的人生 有限 这个有限的 弱体的人生 我真的能够抓住你 我要抓 我要明白上帝 创造我的本意 然后活出你要我的生命的价值 上帝啊 恳求你 就像摩西的祷告 让我能够数算自己的生命 我的岁数 数算我的日子 那在上帝的家里 祂不断地希望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创造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 祂引导我们说 上帝就是我们天上父亲 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 那天父上帝喜爱的这个人间 每一个孩子 祂都爱 不管你是谁 上帝都爱我们 不管你是谁 主耶稣基督都为你死了 祂爱你到底 那这个爱是主动的 这个爱是普遍存在的 这个爱来自于耶稣 是公平的 所以不管你是谁 We are created 我们受造 We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受造是平等的 生命是等次的 不管你是总统 你是青道夫 你的生命来自于上帝 都是平等的 OK 就在这样一个信仰底下 上帝希望 藉此主耶稣基督的实践 重新欢迎我们 来啊 来啊 所有你听到这个信息的人 都能够勇敢的走进上帝的面前 上帝爱你 上帝要不断的爱你 祂要继续引导你成为你生命的主 祂要引导你走向生命的终点 然后让你能够活出你生命的价值 成为一个容神 义人的人 耶稣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中宝 耶稣成为这样一个中宝 那么假如我们的生命 是在上帝的创造之下 我们的生命是这么有限 那我们要如何 我们的一生到底要把焦点放哪里了 不管你的专业 你在这个社会上你的专业是什么 请你无论如何要回到这里 这几点不是唯物 这几点不是物质的 这几点是超越经济的 这几点是除了经济以外 物质以外 还有我们一起来好吗 第一要爱神 要把神摆在你生命的所谓 第二要爱你自己 第三要爱你身边的人 第四要彼此相爱 第五要合二为一 第六要为上帝结出好的果子 要好爱你自己 要好好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你自己 你的配偶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工作的地方 你都要成为一个和平的种子 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好不好我们在这里 就伸出你的手 跟你周边的人说 我爱你 因为上帝爱你 我爱你好吗 跟你前后左右的人都道一下 好吗 我爱你 因为上帝爱你 我们的爱 特别是在你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特别是在你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你要不断的对他说 孩子我爱你 因为上帝爱你 我爱你 因为你的生命是来自于上帝 上帝爱你到底 我也会爱你到底 因为我对你有责任 所以不管你是谁 那我们一起走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我们的生命除了物质的追求 专业的展现之外 请你要用一点时间在这些事上 好不好 这个让我们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平衡 物质跟心灵能够得到平衡 人间的事跟结果的事能够得到平衡 这是生命 来 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经文读一遍好吗 预备 来 那美好的道我已经打过了 当好的路我已经好信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今以后 我公衣的观念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衣审判的主 道人那是要赐给我们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神灵 谢谢 OK 我们生命不能恩基不能重担 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照着上帝给你的形象 照着上帝给你不同的恩事 跟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你好好的奔跑 你好好的付出 因为生命是要用经营的 经营到最后你觉得你对自己 无焉无悔 你到了生命的末鸟 你觉得你的这一生做得很有意义 我付出了 我也享受 我享受了我自己生命的长度跟好处 我也享受了上帝给我的周边这许多不同的关系层 我也用心经营了 上帝啊 我已经活出了 你要我生命的意义跟本相 那么恳求你 当我结束了这个世界的时候 请你与荣耀的光明在天上 成为对我的赏识 你就从地上被接到天上 进入永生的国度 请问基督徒 基督徒有没有死 基督徒有没有真正的死 基督徒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死 死只是从弱体转化变成永生的存在 所以就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基础上 基督徒每一次面对道别礼拜的时候 在那里我们没有过度的忧伤 基督徒还在那里 你唱诗歌 还在那里感恩上帝啊 恳求你继续拜灵 那我的家人 能够从 当他结束这个世上的病痛跟老苦的时候 你放了他 你安息了他 然后让他回到天江 好好安息主怀吧 所以生命没有完全的结束 那我们有限的就是这几年 珍惜吧 我亲爱的 现在 在这个前面我们预备了圣餐 过去我们常常说要守圣餐 不管你是谁 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早就爱你了 耶稣说 上帝把这个日头 让太阳造好人也造不好的人 上帝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主耶稣的诗价 祂的血是为众人而流的 众人 我不希望今天有人要守圣餐 然后他的所谓圣出来 有旁边的人捏他一下 你没有守圣餐 你没有受死 你不能 让他在哪里 就惊吓在哪里 不知道怎么办 今天只要你预备好 与耶稣领受上帝的这一份爱跟护照 你不管你是谁 你是大人 你是小孩 你是受习的 你是没有受习的 这个圣餐是耶稣基督为众人摆的 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留的 那么不是永福教会为你预备 也不是王金彩牧师为你预备 这个要求是从耶稣基督而来 他甚至跟罪人坐在一起 他跟罪人一起吃一起喝 所以成为耶稣的朋友 你不必要先成为圣人 有个安逼 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 你不必要先成为圣人 请问你身边的好朋友都是圣人吗 请问你身边的好朋友都没有说谎言吗 很多时候你要好朋友 我告诉你啊亲爱的朋友们 一生会害你害得很惨的 只有几个人 你的家人 以及你最信任的朋友 你们要说阿们吗 一生真的会让你爬不起来的 只有两种人 你的家人 跟你曾经最信任的人 神 人性是不可靠的 所以在基督的信仰 在一神教 在这本圣经里面出来的所有的国家 他们的监察制度都很健康 监察 他们最强化的就是监察 但是在汉人的系统 监察系统是最弱化的 监察系统都为统治者而存在 在这本圣经所影响的国家 监察系统是 独立以胜的权利和党派 监察人心 因为人人都会败坏 不管你是哪一个党派 不管你是谁 包括我也一样 人性是不可靠的 那耶稣就像保罗所说的 连我这个罪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你竟然也这么爱我 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重新检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读了圣经 不是用圣经来骂别人 而是读了圣经之后 在做什么 反省之前 就发现 我是这么不完整的 我的生命几乎没有会上忧 耶稣啊 你竟然还那么爱我 而且还继续不断的 哀恩基在爱我 我们是用这样的心 来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跟呼召 所以你一只手 圣经是一个重新的立言 让我们重视生命的宝贵 让我们重视上帝 给我们这样的人生 那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我领悟了 我希望我旁边的人 也一起来领悟 经过透过不断不断的 守圣餐的过程 重新 每一次的守圣餐 就是每一次重新跟耶稣立耶 耶稣你这么爱我 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来 我一定敬你 来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守圣餐的人 大家都成为爱的子民 圣经说满有爱心的 都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连结 我们真的就是进入了上帝的过渡 OK 好 那我们要来进入这个圣餐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为了爱跟拯救 你拆了你的独生子耶稣 道成若生 来到世间 他活在有罪的人当中 他跟有罪的人做朋友 当有人要把小朋友 赶到旁边去的时候 主耶稣 却在两千年前 把那一些不被重用的 小孩子的生命 拉到自己的身边来 对他们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又对众人说 凡要进上帝国的人 若不悔改 拥有小孩子的单纯可慕 跟依靠的心 他们都不能进入上帝的过渡 一群不被接纳的小孩子 台湾在一百年前 还把小孩子赶到旁边去 小孩子 你们是一群有额无口的人 你们进京就好 这里没有你们的身份地位 这里没有你们存在的空间 但是 耶稣就在两千年前 把那一些被挤压到社会边缘的小孩子 拉到自己的身边来 让小孩子到我们这里来 要入天国的 就要像他们这群人的生命的单纯一样 主要说很多时候我们轻视 我们歧视 我们身边有许多的人 我们歧视别人 但是也有人歧视我们 我们都在这种彼此歧视的环境下 被长大 被长大 但是 当十字架的爱依兰 打破了所有社会的阶级 打破了所有人的至尊 骄傲 让我们看见 我是一个那么软弱的人 我是一个那么 心直口快的人 我是一个那么 表里不一的人 主啊 恳请你原谅我们 让我们这样一位罪人 还能够得宠 进入你的国度 享受你爱子的荣耀 成为你国度里面尊贵的儿女 上帝啊我们谢谢你 借着今天的圣参主耶稣基督的邀请 我们开始感受到 上帝真的那么爱我们 谢谢耶稣为我们摆上这样的爱念 我们这样感谢 祷告封耶稣基督的你 阿们 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也当你们 吃的时候 也当这样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 宝贵身体 为我们 有罪的人 舍去的 让我们一起感恩的心 只要你念一个话 让我们一起 当你用手套的时候 拿着 这个饼 末导 感谢主耶稣基督的邀请跟爱 然后我们等着 等一下大家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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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 这样行 为的是纪念我 刚刚你看到牧师 有一片 面包 整片的面包 然后把它 撕开 就像耶稣完整的身体 便挂在石架上 上帝的宝贵 土生枝在那里 他的身体 冰挂上 一个充满爱的 上帝的使者 就在你 罪犯的身份 可以挂在那里 一起 各位 当你在自信爱的时候 你可能 会遭受许多的误解 你的一生可能 会受到许多的 不公平的代言 每一次 请你有感恩的心 因为 因为主耶稣 他的一生 也在这样的劳碌 为别人而活 竟然自己也被挂上 死在那里 生命不在于 你能够活多久 生命在于 你的一生 你做了什么 你活出什么样的价值 谢谢耶稣 邀请了我们 知道他生命中的一体 我们的祝福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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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耶稣 拿起这个杯 说这个杯 就是新约 这个新约 这个新约 是用我的血 设立的 因为当你们喝的时候 你们得当这样的喜悟 为的是经病 这是葡导汁 代表耶稣基督 在石架上为我们有的保血 就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我们与耶稣基耶 祂说 不管你的人生怎么样 我会永远爱你 我在石架上为你留的血 会永远存在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生命在哪一个阶段 我会爱你到底 让我们脸受的人说 谢谢耶稣 你那个爱我们不嫌弃我们 在这个圣餐 我感谢你 你感恩的心来脸受 表示我愿意与你成为一起 你是爱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爱我自己 爱我的家人 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成为爱的使者 耶稣基督感恩主 所以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用感恩的心来起来影响 那等一下我们再一起 来 一起 耶稣 我会你耶稣基督感恩主 你耶稣基督感恩主 你耶稣基督感恩主 谢谢 朋友们 不要以为这是小事 今天牧师在这里 以开放的心 邀请大家一起来守圣堂 黄牧师很容易被外面的人 外面的教会定义为异端的牧师 因为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教会 黄牧师只是这个圣餐 这边受洗了成人的教会 但是在这里 黄牧师只是代表耶稣 因为我认识的耶稣 祂是向所有人张开祂的双臂 来烦恼苦当中的烦恼 祂没有说受洗成人的基地乎 才靠地乎活用 耶稣说 凡老土当中当的 凡爱我的 祂没有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 以感恩的心以耶稣 陛下这个爱的文明 陛下这个爱的文明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笑话 上个礼拜在三楼 所圣餐 这个圣餐杯 牧师喝的圣餐杯 是从以色列买回来的 当我邀请大家要喝的时候 我发现 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池 都是泡沫 我心里想 是不是买的人 今天买的牌子不一样 我已经邀请了 我已经几杯了 整个都是泡沫 不管怎么样 我就喝了 喝了第一口 妈妈咪啊 但是已经喝了 我就整杯都喝了 很难喝 很奇怪的味道 我大胆的瓶子信心 整个都喝下了 之后 长老问我说 牧师 你还好吗 我现在肚子还好 因为圣餐结束 长老 收拾的长老发现 整个杯已经被融化了 我说我还好 那个杯 可能那个质量出了问题 所以不到这些机器 他就把那个融掉 今天这个杯还好 好 所以我体验到了 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信吗 当牧师 我到了农村 那九十几岁的阿婆 眼睛都快瞎了 然后他很热情的牧师 他准备了一些东西 在摆在那里聊天的时候 牧师 快吃快吃 这是为你准备的 而且他送到你的 拿到你的口 你的手上来 我一看 那个都已经 有小虫了 请问你要不要吃 当牧师的我 一身走过来 每一次我都吃 有不同的情境 当你走到一个老人家 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他又重病在家 他整个屋子都很重 他拿出来的东西 你知道都已经变子了 你要不要吃 洪医师这个叫做牧师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 但是 但是我还是好好的走到现在 我们当牧师的 有时候要到天人地区去探望 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他重病 然后我们一无所有 只是牧师只能够为人祷告 就到处好去拿一杯水 就很迫切的为他祷告 然后请他把这一杯水给下 我们只是敬我们 传道人可以做了一杯水 但是很奇妙 有时候你就会见到 牧师他很感谢你 那你被喝了之后 他人要变好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是做我们的感受 其他的 那是上午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样一个 爱的古装 我们一起工作圣餐 我希望这个圣餐 会对你带来生命的丰富 再留下一个印记 耶稣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耶稣 让我们今天大家都有这样的 尊贵的身份 坐到你的桌前 与你同享天国的圣焉 我们在这里所举行的爱餐 代表在上帝的国度 当有一天我们都进入永生的国度的时候 在那里我们不分彼此 没有性别 在那里我们是同属于上帝 导贝和你的身份 我们是一条的 谢谢你 这样的爱的门耶 就从今天直到永生永不改变 我们以感恩的心说 谢谢上帝 以奉耶稣基督的你 我们以奉上帝的爱 我们一起幸福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甜蜜 笨笨描描摆在云团里 好想幸福却存在 童话故事里 自从耶稣基督我的身体 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 感情幸福的甜蜜 就在我心里 好意不是要不可惜 也不需要我没注意 好事真实而简单的 活在主爱里 幸福是真心现在拥有的 感谢上帝同意 幸福是 分享自己的声音 教别人的礼仪 幸福是 相信成绩所写的 悲剧都是真理 幸福是 学校总在为上一 掩扎你太无理了 好想象中有一个幸福甜蜜 笨笨飘飘在个云团里 好想幸福只存在 在夢幻故事裡 自從耶穌記錄我的生命 心中眼睛被主愛開啟 看見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裡 媽咪不是有無可及 也不需要我們注意 倒是真實而簡單地 活在主愛裡 幸福是真心現在擁有的 感謝上帝同意 幸福是真將自己領首帝 教別人的禮遺 幸福是相信曾經所協定 悲劇都是真理 幸福是寫下重彈給上帝 因他離開苦慮 幸福是 幸福是 相信曾經所協定 感謝上帝同意 幸福是 分享自己領首帝 教別人的禮遺 幸福是 相信曾經所協定 悲劇都是真理 幸福是 我們便能見到 我們可以比較逐也 幸福是 忍天難以為 幸福是 這個神交往 谢谢观看